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明森林法则版的三体 还要更有趣在我看来 这才是最适合动漫画的国产小说 每一个世界的故事都是一段传奇史诗 台词公敌好 所有的人物台词及符合人物特点 又不是口语化的流畅度 不会让人觉得别扭 反而使人感觉角色就在你面前自然的说这话一样 哪怕作为电视剧来说 这种台词也是很难得的 而修真四万年小海见语 未来是修真 从这点来说还是挺新颖的 也不是修真黑社会 有着三观比较向上的氛围 情节也挺不错的 人点爽点都有 看这本书前期一定要忍耐 前往大荒市第一个转折点 飞行界是个递进 之后配角塑造能力大幅度提高 幕后黑手的水平也直线上升 涉及理念之争的部分非常精彩 这是一群脱离了低级趣味的boss 有着崇高理想的boss 为实现族群伟大复兴作斗争的boss 似乎没毛病 三尖刻小海见语 尖刻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道德可则贯穿于全书 崇高的道德可则是省时之败 虚伪的道德可则是腐败之根 假人假意的繁荣下 暗藏的是利益和野心 在我看来 虚了能就是 不是因为他的霸道真气 而是一 为他始终坚持本心 二里在岛为了所谓的民主无所不用 正是他心中虚伪的道德在作祟 认真读一读这本书 或许他与现实乃是疏图 但他传递出来的东西 其实很值得我们深思 四堂林在《异界小海见语》 这本书的作者是六道大神 或许有很多人记不清具体是谁 那我想说你总知道坏蛋是怎样练成的吧 这本书就是六道写的为数不多的异界军事小说 很值得一看 这本书写的也很细腻 不同时期人物性格表现 书里刻画很多人物各有特色 一看就深入进去 天天花五小时在看 喜欢场主有坏坏冷酷 一面又有深刻柔情一面 少数类的大型军事题材精品小说 关注小海 远离书荒 你还在等什么 欢迎关注小海 本人原创小说点评 如果喜欢请点击关注 点赞 评论